是中山路上的一家养生餐馆 有男子大吃霸王餐 这个男子点了一份羊肉炉 两份面线还有五样火锅料 一共是910元 吃完之后他趁老板不注意时 拔腿就往店外跑 老板把这个影片po上网 提醒同业要注意 也呼吁当事人要记得回来付钱 黑男子独自坐在座位上 翘着脚大口吃着羊肉炉 后面坐顾客离开 店家拿出垃圾桶忙着收拾清理桌面 黑男子却是不停往后看 接着趁着店家把碗盘收进厨房时 充满喝完最后一口汤 拿起背包直接落跑 我问我先生说 那个一桌客人的不见了 我先生说大家在外面抽烟吧 他就去外面看一下 结果没有看到人 然后回来看监视器 然后才发现他那些举动 看看男子点的餐点 一份羊肉炉 两份面线乌龙面 玉米笋 萝卜 高丽菜 鹅肉丸 餐费一共910元 金额不少 店家好奈 有些是收费了 才出餐的就还OK 像我们这种类型的是 你不方便先收费 男子大吃饭完餐 光顾的就是在苗栗市中山路上 已经开业21年的养生餐馆 店家怀疑应该市民惯犯 如果你有困难你可以说 但你不要用骗的 观感非常差 好手好脚的 店家报警后决定不追究 但还是把影片po上网 提醒其他店家注意 警方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 插气当中 记得张欣杰 苗栗操脑 请不吝点赞 苗栗操脑 请不吝点赞 苗栗操脑